好 但是來看到這個真的是 也是在前幾天大家非常期待 昨天終於揭曉的華為發布會 昨天最大亮點很多人都說 哇 看到了劉德華 在這個發布會下 聽說這個線上觀看人次 衝到了9753萬人次 而且真的有劉德華效應 因為他們找了劉德華來幫他們品牌代言 除了說劉德華先前 多次的在這個場合裡頭 被人家發現他自己在用的手機 真的是華為之外 昨天這應該算是強強聯手吧 原因是因為你看 什麼劉德華非凡大師 9277.8萬次的閱讀 2億次的閱讀 那個數字真的是有點驚到人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現在都在講了 華為這場發布會 以行銷的觀點來看 確實是成功的 但是大家要問的是 到底你是重點在哪裡 譬如說大家原本以為 MAT60RS 這應該算是我們先前 比較沒有看到的 應該是重點吧 可是他卻好像 刻意的沒有提他 大家覺得 那這樣是不是等於他的存在感 會更強呢 而另一件事情是什麼 是這一支手機 其實是昨天發布會 出來之後 6點08分才開始 正式開啟預約 但你來看看這個畫面 現場說在外面 已經排的人山人海 那個人龍之牆 是很多人說他是前一晚 就已經來到現場來排了 這個是在大陸賣場裡頭的畫面 讓大家是有點驚訝 說原來除了先前 那個Mate60之後 Mate60 Pro之後 這個Mate60RS 也是造成這樣一番的風景 可是有人說 當然就會有人在講說 你是不是有一些沒講 比如說大家就要問了 709000為什麼這次都沒有講 或者是有一些細節 到底你們晶片用的是什麼 然後呢 這個產量如何 這些為什麼都不提 對他提出質疑 也有人是這樣子在講的 說是因為 兩個小時 你要介紹完所有的產品 那手機這個已經見爆很久了 所以他自然有可能會忽略 兩方意見都有 對於華為 現在確實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他們推出了產品 也是真的 卻讓大家 有一種耳目一心的感覺 比如說他們的手機 他們的手錶 是真的走高端路線 你知道嗎 這一支手錶超越我的想像 因為他用的是 18K的黃金材質 售價多少 帶您來看 21999人民幣 這個換算台幣 天哪這個有點 數字我會按不出來 這樣子的一個數額 10萬多塊這樣一個數額 大家都在講 你賣的是智能表嗎 還是你賣的是明表 還是你現在講的是頂端 頂奢高端 這樣子的一個領域 已經不只是講技術而已 因為他的技術是可以來支援 雙向的北斗衛星的 而另一個呢 則是他們的鴻蒙系統 除了鴻蒙系統 他們現在在上面講 說現在的使用率 已經達到非常高的一個境界了 那16%會是他們的一個 試占的生死線 再加上華為手機 現在試占應該會往上提 所以鴻蒙應該是已經可以站穩了 目前在大陸內部 他們的一個使用系統 那之後呢 有機會往外走 再加上智能車的部分 同樣也是超越了我們的想像 原因是因為呢 他現在說除了泛化 要超越Model S之外 他定的調是在哪裡 他定的調是 1000萬元人民幣以內最好的SUV 我沒有記錯的話 像如果是大概匯率4的話 那就是4000萬以內的SUV 那對於我的買車經驗 已經超越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呢大家就在講 現在華為走的路線 不太一樣了 至於孟晚舟呢 孟晚舟呢 現在則是被大家看到了 在她的演講之後 再一次見到她 出現在 紐約時代廣場 帶您看看這個畫面 這個是孟晚舟的照片 大家都認得 旁邊的這一排字呢 你會看到 除了有 象徵她 獄火蟲生的這個蝴蝶之外 還有什麼 還有他們在螢幕當中 投射的一些英文字母 包括說 青州已過萬叢山 遙遙領先等等 鼓勵的字眼 那當然9月25這一天 他們會挑這一天做發布會 原因也是因為 這個是她回到了她的家鄉之後 大概三週年的時間 他們告訴大家 活下來 挺過來了 大陸外交部呢 則是講了 說現在其實 在美國持續監控華為的過程當中 在他們看來就是一種 打壓陸器的發展 所以呢他們希望 能夠趕緊的來制止這一切 任正非講話 底氣更有了 他是怎麼講的 他說我們現在 還會用一些美國的零組件 不是因為我們沒辦法做 而是因為 我們想要照顧一下這一些 美國老夥伴的生意 這句話聽起來 就很酸了 但回過頭 請教政院委員怎麼樣來看 這次華為的秋季新品發布會 不管在線上線下 其實都讓大家看到了 他的人氣 當然啦 對他正反意見都有的大有人在 華為似乎已經變成中國的LV 或者香奈兒了 為什麼 因為這是品牌 而不是產品 他的產品已經跨界了 我現在已經搞不清楚 華為是通信設備公司 手機公司 還是鐘錶公司 還是汽車公司 就像是一個LV一樣 他也賣箱子也賣化妝品 跟香奈兒一樣 女生只要聽到香奈兒 臉色都笑起來了 什麼都有衣服也有 雙視頻 這個戒指也有 這個實在是 能夠把商品線擴展那麼高的 我在企業史上好像看到低價 沒有人能夠跨越那麼多的行業 而且把它變成時尚的產品 劉德華本身不是科技感的人 他是時尚感的人 所以他找劉德華代言 也就是很清楚了 華為要變成一個 超級科技時尚公司 他的重點 就像我們以前很訝異 小米怎麼會去賣掃地機器 賣打果子機 原來他也是要走時尚風格 小米走得好像算是成功 但是還沒有到很耀眼的地步 但華為一出場就是又成功又耀眼 特別他的鐘錶 如果能夠某種程度 跟百年老店的勞力士競爭的話 那個這已經是 中國人難以想像的一個地步 咱們中國各行各位 最輸給歐洲的就是什麼 時尚設計感 如果能夠跟這個勞力士競爭的話 那簡直是中國人的百年齒路一掃而光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比汽車比亞迪還得更光榮 因為是這種手錶的那種經典款 那已經是到了某種 巔峰造極的地步 他現在就針對勞力士在競爭 我們期待他有一天 能夠跟AP跟PP競爭 那就是到頂級的一個階段 因為時尚是一種文化 他時尚代表的是一種潮流 引擬潮流 至於這個他跨界到了做汽車的 問界9000 問界是美國公司 然後問界M9 他會不會講錯 1000萬元人民幣以內 他現在在推出來的價錢 是50萬人民幣跟60萬人民幣 怎麼一下跳到1000萬人民幣 會不會有口誤 我很納悶 難道他要開始要做兵力汽車了 兵力汽車才有這個價碼 這個野心雄途我給他按讚 希望他找路能夠完成 這是不太容易的一個挑戰 任正輝實在太大氣了 他對他的女兒被羈押的時候 他竟然很輕鬆說 我女兒變成世界名人 他現在講說我們不是不用美國的 我們一定要照顧美國的老夥伴 被打壓成這樣還把美國人當夥伴 這個真是很大氣 很了不起 好 我們要請教賴老師了 因為在現場只有他有華為手機 這個也太過分了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這對華為 當然現在大家各方的感受不太一樣 這裡頭大家比較驚訝的是 他其實他現在真的是已經 跳脫了他原本機油的領域 然後他又往了另一個領域去走 當然大家想知道是 他的硬實力到底是怎麼樣 我覺得華為沒有問題 例如說他能夠把這個麒麟晶片 用在這麼多的產品上面 這代表這個晶片很成熟 一般估計應該是7奈米 他到底怎麼樣用疊加的方法 能夠做到5奈米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我覺得他也不會跟世界公佈的 美國人一直想要破解 到目前為止破解不了 但是這個晶片確實很成熟 因為你要把它應用到這麼的廣 到它的所有的各類的產品 都是用這個晶片 這代表第一個 它的良率很高 第二個 它已經進入量產階段 第三個 穩定度很好 第四個 它的運算 各方面的功能很強大 所以它運用在各方面 我覺得這一次華為的發表會 他從開始雷蒙多到中國來訪問 借著雷蒙多在那個時候的放眼 恐嚇 威脅華為 然後他就在雷蒙多在中國的時候 那麼就賣出第一支手機 引起全世界的關注 每一個人都說他直接打雷蒙多的臉 因此我們可以做一個打優師 因為這次是找劉德華代言 所以有人就說劉德華為在 因為劉德華 劉德華為在氣死美國老 就這樣的一個打優師 其實你看從一個產品 從推出到今天 各位在新聞媒體上網路熱搜 能夠燒得這麼長的時間 它的宣傳實在是 史無前例的成功 然後在這一次的新聞發表會 發布會中 你看一百多家媒體 免費的幫他做宣傳 然後到今天為止 全世界包括歐美的媒體 都在報導他 然後流量這麼高 瞬間這麼短的時間內 有上億人的 這樣的一個觀看次數 坦白說 這個是15千里 太成功了 而劉德華 對於劉德華本人來講 對華為來說都向著一張 我覺得各方面都上來了 剛剛談到了手錶這個問題 各位想一想 這個手錶 我估計在國際上一定會暢銷 為什麼 因為價格2萬多人民幣 其實是很多人可以接受的 在鄭元兄眼中來講 這不算什麼錢 很貴 在義方兄來說的話 這根本更不是錢 但是問題就在於 是黃金的不是錢 我為什麼會 三位老師的財力真的是好 我為什麼會這麼說 蘭老師借我們一點 不是 我沒辦法 因為我的手錶 我要強調的地方是在哪裡 為什麼我會估計它會暢銷 它的強度4倍多 現有的 然後它的硬度 比現一般的手錶還多2倍多 更硬 然後重點是在於它更輕 輕了17% 還有就是它在水底下 100公尺內以中間都防漏 還有它可以背斗衛星定位 歡迎這也就是說 而且是雙向的 也就是如果你喜歡 滑船 爬山等等 你等等你就不怕安全的問題 因為隨時可以找到你 這個功能絕對很多登山 愛好運動的 他一定會去買 感覺我可能不久之後 就看到手上有一個 不是我 不過要請教的是 裕方老師 原因是因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其實 在這一次華為的發表會 其實我們就講了 很多的外媒 他們其實想知道的就是 到底你們現在的實力是什麼 就會有人會質疑他說 你到底有沒有量產的能力 或者是你這個晶片 到底是怎麼樣 有不講 或是講得很保守 有人說是怕被報復 有人說是沒有時間 請教你怎麼看 我先講 我覺得他量產 我是認為是有一點問題 你看這次發表會 他講了什麼字 他對華為只講了幾個字 加班 加點 緊急生產 因為他用疊加的方式 剛剛賴老師講的 他疊加方式 這種方式不是目前 其他的手機 他們生產的方式 這個是他是不得已的 因為美國就是用了他的霸權 讓荷蘭沒有賣給他光刻機 所以他只好用這種方式 這是不得已的 這並不是說 他有一個新的什麼 發明一個捷徑 不是 他是不得已的 所以這個量產上面 量率一般說也會有問題 但我的感覺是這樣 即使這個方法不見得 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你做久了 你會抓出訣竅 所以我覺得量率是可以改善的 但是量產的速度可不可以增加 這個我就不知道 不過我就講他 因為他這次講了幾句話 加班 加點 緊急生產 就表示他目前的量是不夠的 所以你不是你上次就可以 馬上買得到的 不過整個來講 其實我是要讚美華為 我覺得中國大陸 在現在美國連結西方的國家 去打壓他的同時 你用戰狼的方式回應 你剛好中了人家圈套 我覺得華為這個忍正非 很多人唸忍正非 其實錯了 忍正非 是二生才對的 他是用低調的方式 你看他真的是用盡了智慧你知道 他這個Ramond 還在美國 商務部長還在大陸的時候 他開始賣 對 這是有一點點不太黏 我要給你顏色 但是我不要激怒你 我要讓你有所感覺到 我不要去真的得罪你 他沒有開發表會 他就開始賣了 所以那個議事已經到了 到了這次發表會 他也不多講 他不多講華為的事情 這個就是說藝術 他這個就是個政治的藝術 忍正非他可以像很多人 替華為吹牛講一大句話 他沒有 因為他知道我吹牛吹大了 我講了越多即使是事實 你剛好是得罪對方 你剛好讓對方找個理由 對你施加報復 增加對你的打壓 所以我認為這個其實大陸 不僅是做生意你要去學 在目前當前的政治環境地下 國際政治環境之下 尤其他們的外交部門跟軍方 要去學學忍正非 人家是怎麼那麼辛苦的 努力掙扎的向前走 這個是 這個真的是 我真的是認為這個人實在是 太厲害了 政治的藝術完全掌握 講話的藝術之外 其實也真的他們很會做行銷 很會創造話題 創造議題 所以讓華為從先前到現在 確實那個新聞標題 你會一直在媒體上面能夠看到